黑衣男来到停车场坐上机车 但他根本不是车主 左顾右盼却认为没人注意 短短几秒内偷偷拿走安全帽上的蓝牙耳机 得手后迅速徒步离开现场 事后车主回来牵车 发现耳机竟然被人掉包 甚至已经坏掉不能使用 日前嫌犯来到台北市这间购物中心的机车停车场 看到被害的安全帽上有跟自己相同款式的蓝牙耳机 刚好自己的耳机坏了 他竟然是异响天开拿坏掉的跟对方交换 实际回到现场 不少安全帽上仍有蓝牙耳机配备 但小心离开时没有拆掉 恐怕会被小偷盯上 33岁谢信男子日前到购物中心地下室随机行窃 得手将近3000元的蓝牙耳机 而警方追查 他竟然是当天活动厂商的员工 一时起他念司机犯案 被判刑拘役20天 轻轻按一下 卡一声就能拿起蓝牙耳机 不少外送员跟业务员需要长时间骑车听电话 都会买这种蓝牙耳机 而只要跟同厂牌的耳机连线 就能直接通话 他只有认这个线 不管蓝牙重新设定手机的话 都可以连接的 其实我们下车的时候 可以把它放在车厢里面 比较不会被偷窃这样 小小一台蓝牙耳机 可以接收大约500公尺的范围 市价1000元到上万元都有 业者也再三提醒 只要离开机车 最好都把蓝牙耳机拆下 多一个动作就能避免小偷得逞 TV的新闻黄静 我叫阿曼台北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